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谷论金 我是老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S&P500 S&P500昨天是冲上了这条长期下行压力线的上方 现在正在回调 今天正在回调当中 就看它回调的有多深 如果它再次掉到这条线的下方 并且无法再冲上去 那就比较麻烦 可能这是一个假突破 但是如果它能够站稳这条线 然后继续往上走 那对于股票市场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纳斯达克昨天是往上涨了一波 我相信是触及了200周均线 对昨天应该是碰了一下 有一个小小的引线 昨天碰了一下 然后现在有些回调 今天还没有开盘 等到开盘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走势会是什么样子 昨天很多科技股都涨了 包括这个特斯拉 还有这个Meta 昨天都涨了很高 今天早上盘前有一些回调 对盘前有一些回调 看看今天回调结束以后 能否再继续往上走 如果能够往上再走一波的话 就会很有可能让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冲破那个200周均线 这样的话 如果它能够冲破200周均线 并且回调 回到这个200周均线附近站稳 那么对于科技股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这已经是纳斯达克第二次去冲击200周均线 之前这个地方是密集冲击过好多次 但是总体来说算是一次 因为是一波上涨 但是那次没冲过去 这次能否冲过去 现在仍然是未知数 我希望它能够冲过去 同达的这个RSI还有MACD都有这个背离 那就是价格再往下走 然后RSI的往上走 MACD也是在往上走 所以这一波往上冲上去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 这是股票市场 然后呢 回来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这两天一直是在震荡 它这个震荡呢 是要把它的RSI要再冷却一些 它的RSI老师老师说现在是太高了 在80以上待的时间太久 基本上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有可能最近会有一波回调 这波回调呢 就是在可能会回调到21,000附近 小的回调可能就会回到21,000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把它RSI带到80以下 让它的RSI冷却一下 否则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 对于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并不是特别的有利 很多币现在的不敢拉了 不敢再拉盘了 因为比特币的这个有一些顶背离 日线上有一些顶背离 RSI这个价格再往上走 RSI再往下走 这个背离也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 需要把这个价格往下带 去把这个背离给修复 所以呢 最近如果大家很多币还没有上车的话 最好就不要上 就直接等待这个回调就可以了 这个Fear and Grid Index 贪婪与恐惧指数重新回到了中性 最近可能会有一波回调 所以它的 除非最近它这个贪婪与恐惧指数呢 能够一次性突破50多 突破52以上 那样的话可能会伴随的一波暴涨 但是我个人认为 看现在这个走势呢 并不是走得特别的好 需要有一波回调才行 它的50日均线 这条红线 还有200日均线 现在这个50日均线开始有些往上走了 估计还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才能够出现这个金差 如果比特币出现金差的时候 如果能够回调回调到这个200日均线 并且继续往上走 就可以带来一波不小的小牛市 但是大家注意 在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情况 就是当这个50日均线穿破200日均线 形成金差的时候 比特币暴跌回到它的低点 这是比特币的出现的两种情况 首先我说一下这条线 这条 最近是很多人用这条线来说 说比特币的走势 就是它的log 它的log这条线 是它的长期的下行 log就是中文叫指数的那条线 就是你点log trading view上就会变成用log来计算的线 中文什么忘了 反正比特币最近是突破这条线 那在比特币的历史上 当它突破这条线以后 会有两种走势 就是第一次 这是上一次 上一次是突破了log这条线之后 我们出现了一波巨大的暴涨 就是这个地方突破了之后 暴涨超过百分之三百 但是15年的时候呢 情况就不一样 15年的时候是在 当时还在几百到一千美元附近 就是在这里 这个也是log的线 这个是比特币突破这条线之后呢 它首先往上暴涨了一波 然后呢 迅速下跌 在有些交易所 甚至比之前的这个低点 还要打得更低 从这个技术的形态上来看 这属于突破了这个下行压力线之后 重新回来回测这个下行压力线 然后继续往上走 所以比特币在最近 大家要注意 它两种不同的走势 一种是2017年 2019年 另外一种是2015到16年 15到16年的时候呢 就是先暴涨 然后重新暴跌到最低点 上一次是19年的时候是先直接就暴涨量 百分之两三百 然后在 COVID的时候再重新回测这个低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比特币在最近的 半年到一年之内 很有可能还会重新再回来这个15000这个地方 甚至有可能会打得比15000还要低 只不过是什么时候的问题 短的话呢 就是两三个星期之内就会做这件事情 长的话就会像2019年一样 三四个月以后重新再回来15000这个地方 不论怎么样呢 重新再回到15000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 那么如果它是按照15年的走势 那就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之内 重新回测这条下行压力线 重新回测这条下行压力线 回测的时候有时候会打穿这条下行压力线 然后再重新往上走 这个大家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 很多人呢 在它再次下跌的时候 是不敢再接飞刀的 但是那实际上是大家加差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好 这是比特币的这个 冲破这个log下行压力线之后 两种不同的走势 不论怎么样 大家都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 这是比特币 然后其他的山寨币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是大家要做好这些山寨币回调的准备 因为最近比特币的日线上的顶背铃 导致了很多山寨币都不敢拉盘 因为特别是美股即将开盘的时候 现在美股即将开盘 所以很多山寨币又开始往下掉 比特币也在往下回调 一般来说美股准备开盘的时候 这些可能有些资金为了规避风险 就先把资金抽出来 导致了加密货币的价格下跌 也有可能他们是先把资金 从美股中拿出来 从加密货币中拿出来 然后等美股开盘以后去炒美股 有这个可能性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大家要做好加密货币回调的准备 如果你山寨币已经赚了钱 可以去掉一半的短期仓位 长期仓位可以拿着不动 可以拿一段时间 好 这个视频就先做到这儿 祝大家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